大家都喜欢上网购买物品 不过上网购买精品眼睛可得要争大一点 凤林警分局光复分助所就接获了邮局通报指出 有一位灵性男子听信了诈骗集团 可以低于一般市价的购买管道来进行协助购买精品 而且还可以避岁的话数而准备了转汇3万元 那么远警到场关切也戳破了诈团的骗局 保住了灵性男子的积蓄 接获邮局通报道场的远警 看见男子已经填写好了转汇单 执意要汇款购买精品 远警一边查证手机通讯的同时 也温柔劝说耐心说明 他是要求你汇多少 3万 3万 他做那个时候 怎么讲这个 那个包包的成本价 成本价 然后就这么刚好 他说我卖个别人是四万五 他说你赚了四万五 我看一下喔 他跟我再往上簧一下 经警方了解原来这位灵性男子经网友介绍 又低于一般市价奢侈品的购买管道 可以协助购买 并且还可以避岁 于是准备转汇3万元来购买 索性行员接警通报 警方查证劝说后 灵性男子才恍然大悟 保住了自己的钱财 经警方到场了解 灵兰经网友介绍可以购买地域市价之奢侈品 再透过管道售出以赚取价差 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下 灵兰才醒悟原来这次场骗局 索性及时阻诈 保住资深继续 诈骗集团诈骗伎俩变化多端 脸书社团或通讯软体私下交易 毫无保障且求偿无门 风铃警分局也就特别提醒民众 网路购物要慎选性欲良好 防护机制完善的购物网站 较有保障 有任何诈骗相关的问题 也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110恰询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